乌克兰与俄罗斯冲突原因是复杂的历史原因叠加地缘政治变化所致 第一个方面是历史渊源 乌克兰和俄罗斯历史联系紧密 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以后 乌克兰的主要政治领导人与俄罗斯相对来说维持着比较密切 一定程度上互相认可的合作关系 但后来由于乌克兰政治取向变化 转向亲西方并试图依美制额 导致乌内部族群矛盾凸显 也导致了俄乌的政治关系陷入对立状态 俄罗斯单由一个亲西方的乌克兰 甚至有可能加入北约 将其战略缓冲带完全消除 使西方军事力量彻底直抵家门口 从而将成为俄罗斯的战略性的直接威胁 从这个历史发展的渊源来看 俄乌两国的历史纠葛 导致乌克兰内部亲俄罗斯的顿巴斯地区寻求分离 而乌克兰变成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前沿阵地 显然乌克兰的这种变化 导致俄乌关系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政治变化导致的结果 首先是跨大西洋 即欧洲与俄罗斯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矛盾 这包括俄罗斯和北约 俄罗斯和美国 俄罗斯和欧洲的结构性矛盾 目前来看 在美国的不断挑动刺激下 双方陷入直接对抗的状况 从西方国际政治传统来看 欧美国家有一个地缘政治理论的概念 认为俄罗斯作为路权国家地处 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 一直对欧洲国家乃至两岸大西洋国家 构成一种由路向巨大压制力 这个状况上百年来一直就存在 这个状况是爬的 兴 euh 就不断 就不得了 谢谢大家